文章 那當然是高雄大學比較厲害一點 是不是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 你認為高雄大學建築系相對於其他建築系的特色是什麼 我覺得高雄大學建築系基本上有幾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是我們位處在高雄 大部分的學校、國立的建築大學 或是非國立的也都一樣 都是在北部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們的第一個特色就是希望我們可以生根在南台灣 甚至於是生根在高雄 那第二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高雄大學有非常多的資源是來自於官方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非常的要跟同學們說明的 我們的老師甚至於有從都發掘的老師之前還有公務局 那如果第三點的話呢 其實我們的老師們對於新的議題也是很關注的 比如說以我個人為例 老師很希望可以把最新的議題 不管是這些新的媒材 比如說元宇宙也好啊 數位雙升也好啊 那或者是AI、人工智慧或者是大數據等等的訊息帶給大家 即使我們做一些比較傳統的文資保存或者是木構造也好 我們都希望可以跟Bean 就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這些東西來做結合 就是怎麼把這些舊的比較傳統的知識 然後讓它更新、運用更新的科技來結合 那希望可以帶同學們畢業之後呢 也許你們的初入、你們的社會就是可以有新的科技、新的設備、新的理論 然後可以來支撐你們 這就是我覺得高雄大學跟其他學校最大的不同 也是我們的強項 好,以上一些介紹 絲織結構上的那個年輕化 當初系上也沒有這麼刻意上的三選啊 我是以專業來講 當然這個也不是什麼老賣瓜 這個就像各位知道的 系上像這個 錢老師的這種文國照 因為他除了這個許有專精 另外包括他的這個 這個在從政府部門 從政府部門的這個 從那個法令政策的規定都參與 更早我們這個系所創立的時候 應該是當時的老師的一件嘛 在之後就變成是系上文 即便我們應該是改了兩次嘛 改了兩次的系所名稱 他就是變成是長異 這個是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系上跟其他學校建文系的這個差異 好,那當然是高雄大學 還有很多厲害的數位課程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重拼之後突趕不完 然後每一整個禮拜都在工作室睡覺的那一座房 我覺得建築系的大學生活 嗯 過得非常的充實 但是其實過久了也會非常的厭世 因為每個禮拜都要改設計 但是沒有畫圖做模型 嗯 所以我覺得 其實嗯 但是一般大學應該是很不一樣吧 對啊 不能邊打工邊建築系 對他來說建築系沒有困難 對 因為我們是印度比較早一個禮拜 通常他比其他期望有考州 早一個禮拜結束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可以 準備通識課的報告 還有法規課 解剖課 我要扣 還有很多報告 我真的抽不到 應該是鬧出了很多個不同時間 兩次是相同 但是能覺得自己的紀律還是很像 一開始想要度建築系 應該是 以前我很喜歡看本國 然後好像也選了一個 就是常常在畫圖的科系 那大概也是因為 背景的關係 或者是那個班級的關係 所以後來也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也對 就是我們以前在 在選擇上並沒有那麼多的選擇 反正就是印第16號 然後那天天天天天 剛剛聽到建築系 好像也還算是一個原本吧 大概是這樣子 好高喔 覺得好 不然我先玩 就還蠻容易打了 就是沒有玩太多 就是對啊 因為讀高中 大概就是 現在叫我回去讀高中 我就沒有 後來我去讀建築系 有時候是想說應該就不用讀書 應該可以 蠻爽的 所以就覺得啊 那就我可以用高中讀書 高中就讀書 就 到建築系之後 但是沒辦法玩 所以應該是沒有多去體驗的感覺 就是 大家在讀高中的時期 可能找了一些生活體驗 不論什麼 不論做什麼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去讀什麼 雜誌 剪圖師雜誌什麼的朋友 你只要去分析 心虛 雜誌 雜誌一件事情是你覺得 不合情 不要去做 不要浪費 請高中時 高中的時間是很重要的嗎 我的話 如果高中就是在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就跟建築系的 我從學習的精神可能有點像嘛 因為 其實建築系的重要是你自己想要做什麼 然後去把它表達出來這件事情 如果給高中的同學的話 我覺得就是用於探索自己 真的有興趣然後有熱情的事情 去做 我覺得 這會是一個蠻適合 念見女性的一個 任何特質的意義 如果是一個對建築的心血學生的話 就是建議高中時期可以 多看一些建築的管束 可以多去摸索一些 用得到的一些軟體 多出去玩 多看多聽 多嘗試 好好休息 不要再看課內術了 不要相信大人的話 在高中能玩就玩 我覺得可以確認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熱愛的設計 因為像是期中期末 評渡可是壓力非常大 人多睡就多睡 快頂加油 要想清楚 大意休學還來得起 能別途就別途 嗯 嗯 快講話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學生在養殖教育裡 總收到的資訊跟知識 一樣的方法 我們從人文歷史 然後從讀學 從文科 跟資源 到這個環境 然後文科方面 那我四月到三月 當然也只要不然 我們在整個課程的安排 我們的數位 相當工具的接種 我們學生畢業之後其實出入了大部分 我們除了剛剛提到的建築室 這個專業為主要以外 也以往我們畢業學生結構 包括照片 包括我們 建築管理 語域 或是文化語域 甚至於當事的過門裡面 我們現實在建築室 我們是有所說 包括人造場 包括工具的工資 環境管設計 甚至於 水平設計 装修 各方面的環境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還有這些學生 進行畢業之後 他從事這樣 我們一直 像經歷 口拍幾乎 甚至於術器保存的能量 所以 現實在裡面的學生 別人 他所學的資訊 跟知識比較廣泛 不再是建築室這麼一個處理 就是說藉由這個多元的一些學員的背景 他事實上可以組織的行業 可以讓他有些可以發揮的意義 建築系畢業以後 同學想說我一畢業以後 我就要去從事我的設計 而且要當一個合格的建築室 professional 建築師 不是只有說我一畢業以後 我就會直接畫圖 你必須要懂你一些現場施工經驗 然後還甚至一些財務成本 還有一些包含環境的變化 地球的暖化等等機會變遷 然後你有這些很好的經驗跟知識以後 你再去做建築設計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 我們沒有特別做過畢業生的統計資料 但是我就曾經非正式問過 前期間的學長姐 他們很多在校期間表達的看法 比如說他們想要去處置新設計 因為那個自由度門檻 其實講最白的 那不是說你會專業生照 好像是比較低 到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他的那個優點就是 比如說你希望早一點 企業讀書 那他事實上他畢竟是工作來講 他還是最低的 當然我剛剛講那個是廣義的啦 當然如果回到一件的角度來講 其實你要說你要跨足 網上你要跨到 國土 就是要跨到所謂的星期計畫 當然這個不是用吹牛的角度啦 然後大概都會有所設置 因為你只要是出現居住的問題 大概都會是各位需要去 去關注的 然後也可以去努力嘗試 網上 如果是六人小的話 你們現在是叫做鞋槓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把那個天了嘛 那個導演做我來 然後他基本上就面前聽了 因為那個就是你要有 很有空間感啦 然後你要能夠這樣呼吸 其實如果從這種 這個層面來看 我們系畢業的話 學長部門可能會進入 進入市事務所啦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可能會去工地 比如說像土木技師 去做所謂的工地建造 變成專任工程員 還有一部份的同學 可能會進入建設公司啦 因為進入公司的話 必須還是要有一些設計部門 那可能因為你們有收獲了 建設師的一個訓練 雖然可能沒看到建設師 那可能進入設計部門 甚至到土地開發部門 因為建設公司需要地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做所謂的淡銷 然後淡銷做一陣子有賺到錢 可能就會往開發商去做發展 那開發商的話就是老闆 那另外有一些人 可能走建築設計的本行 他可能會走所謂的土地開發的業務 比如說這個所謂的設計 規劃設計的模式 那又很另類的去考那個物價師 那大概是這些的一個產業 非常好 大概就是你們的出貨 這次來我們讀我的工作 其實是讓你們看過的 一開始覺得好像蠻好玩的 因為不喜歡讀書 然後感覺他們都在做模型啊 畫圖 我以為是在工地打工 就好像知道會很累很辛苦 會一直熬夜 建築師巴布 其實我沒有看過建築師巴布 這個騙子 建築師要學的東西真的好多 除了學科啊 然後怎麼畫圖眾多型這些術科 然後還要學會時間管理 學會怎麼讓自己能夠把東西做好 然後做完 然後又有時間睡覺 就要很常花 然後就是可能整個晚上都待在工作室 改明天設計課的東西 然後就可能晚上來啊 然後畫圖畫畫 然後就覺得很累 然後就會不斷睡著 睡著驚醒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常常就是會一直在工作室看 很多面向耶 就是你要學會怎麼把你的設計講好 在你做設計的當下 你還要顧及到各個面向 要先學會怎麼胡亂 就講話吧 想的東西講出來 然後講的有邏輯 有架構性 好累 等他三個月不能回家 他會花掉你最多的時間 可能你每個禮拜要花很多個晚上去熬夜 去從設計的發想構想 然後到畫出來啊 最後做模型事件 跟老師反復的討論 我覺得他算是劍遊戲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大家 畢業之前最重要的一個 必經制度吧 就做設計做到一半跟大家一起吃宵夜 總評結束的時候 好 你的設計做到哪裡 你昨天睡多久 我昨天只睡兩個小時 你什麼時候一台報啊 什麼時候建模 我要消極點 你等一下你幾點叫我一下 沒錯沒錯要做不完了 應該就是電腦沒有存到檔 然後直接就當掉了吧 不然就嚇到 心痛的順利就是那個 AI存完檔之後那個圖片不見了 大概就是畫圖畫到一半電腦上去吧 最新的那種瞬間應該是 你很努力的跟一個板 然後當你把它拔下來的時候 還有毛邊 或是它缺一腳 已經要總評的10點要點名 但那時候已經9點多 然後還不知道整個不見 我都超崩潰 哇 這個問題 應該會吧 有點 後悔 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其實有後悔過 但是 如果知道進來會是怎樣的模式的話 我會先準備好 然後一樣再進來 我沒有想過要休學 如果要我再選一次 我應該還是會讀檢讀系